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在靜態模式的時候 無電流的線圈跟空盤的質量相等 也就是說他們 他們兩邊原先就平衡了 那現在呢 代側物放入側盤就像這樣 奴徒26所示 那下列的線圈跟磁級的組合 哪一個可以讓它恢復平衡 恢復平衡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多了這個重力 那這邊就有重力的力矩 那這邊就必須要多一個磁力向下 那才會有磁力力矩 這個瓦特天平才能夠平衡 好 那現在呢 這個東西磁力必須要向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個磁力朝下 這個是電流 對不對 這個是磁級 那這個電流 根據安培 右手定則 是指是電流 大拇指是磁場 大拇指是磁場 磁場向上 磁場如果向上 好像 好像 這邊 產生了一個 新的 N級 那下面產生一個 新的S級 來再看一次 電流磁場 對不對 電流磁場 磁場向上 對不對 磁場向上 那N級向上 S級向下 那S級如果向下 S跟N會互相怎樣 S跟N會互相吸引 所以可以往下拉 這個A OK 再請按B 來 這個電流 四根手指頭 大拇指朝下 大拇指朝下 那好像N級向下的磁鐵 S級向上的磁鐵 那NN會互什麼 會互刺 互刺磁力朝上 那這個就不行了 好 來這個呢 接下來那個NS我就不畫了 你看喔那個磁鐵我就不畫了 我們直接比 你看喔 電流這樣 電流這樣 那N級向上 N級上 S級下 N級上 磁場方向就是N級方向 那S跟S會互刺 互刺朝上 不行 力量朝上不行 再來 這也是一樣 電流磁場 電流磁場 磁場向下 那就好像N級向下的磁鐵 N級向下磁鐵 NS會互相吸引 這個OK D可以 那如果是這個呢 這樣 N級向上 N級上 S級下 那S級下 那這個時候會怎樣 這個時候 一邊是給 刺力 一邊會給 吸引力 那這個東西它會旋轉 它會旋轉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說這個不是有效往下 而且它 它會有一個刺力一個吸引力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的是誰 我們要的是 A跟D 答案AD 就好